据生物学家一项新研究发现 章鱼的DNA与地球上其他生物都不同 而且非常复杂 基因组中带有多达3.3万种蛋白质编码 比人类还多 所以被科学家开玩笑地说 它或许是来自外星的物种 曾经有33名科学家联合发表论文 提出韩武技生命大爆发 可能是因为一些鞋带着大量有机体的陨石落入了地球 带来了大量外星生物 而章鱼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带入地球的 并详细地分析了章鱼的与众不同之处 1. 奇异的身体结构 章鱼的血是蓝色的 普通动物血液大多数都是红的 它有三颗心脏 其他动物只有一颗心脏 章鱼至少有九个大脑 一个主脑在头部 另外八个腹脑位于八条触手上 它们可以不受主脑控制 而自行控制触手的行动 但必要的时候也会通过主脑协调全身行动 而其他动物包括最有智慧的人类 也只有一个大脑 章鱼还有两套记忆系统 一套独立在吸盘上 所以它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能记住抓它的人的长相 也非常记仇 章鱼体内大约有五亿个神经元 相比之下 人类拥有八百五十亿个神经元 多数都位于颅骨内 在所有海洋生物中 章鱼的智能仅次于海豚 是最高智商的五脊椎动物 二 伪装大师 章鱼是著名的伪装大师 它不仅可以连续喷射墨汁 把海水搅混 还能像变色龙一样 随意改变体色和结构 与周围的物体融为一体 比如装成水草 石头 或者是一束珊瑚 甚至还可以模仿其他的生物 利用这种超强的隐身能力 章鱼可以轻松捕抓 毫无防备的猎物 有些章鱼甚至还能记住 有毒生物的样子 如海蛇 或狮子鱼等 并刻意模仿他们的模样 和行动方式来下退天敌 以便大摇大摆地在海中畅游 三 逃脱大师 不仅如此 章鱼还是著名的逃脱大师 只要有一个小孔 能让他身体中唯一坚硬的嘴部通过 他就能够轻松通过狭缝 上演胜利大逃亡 科学家们做过试验 章鱼的穿孔极限是60公斤的身体 可以穿过一平方英寸的孔洞 四 神奇的断腕再生 章鱼除了会运用伪装术 还会断腕保命 每当遇到难缠的天敌时 章鱼会主动壮士断臂来换取逃脱的机会 而那失去触手的断臂 却能重新长出新触手 所以科学家都争相寻找出其中奥秘 以期研发出肢体再生技术 而能造福失去肢体的人 更神奇的是 已经脱落的触手更能继续纠缠天敌 甚至可以杀敌 2015年8月 澳大利亚西部一处海滩上 发现一头海豚尸体 嘴里含着一条大章鱼的触手 此因不是溺水窒息 而是章鱼触手吸盘 紧紧吸住海豚的呼吸道 令它窒息身亡 另外 由于章鱼吸盘的吸附能力极强 科学家仿照其微观结构 使人造吸盘吸附力获得巨大的提升 美国科学家还在印度洋海域 发现会用两足走路逃生的高智商章鱼 章鱼的腕足并没有关节 也没有什么骨骼或骨骼肌 但它却神奇地做到了这一点 5.智慧超群 章鱼可说是智慧超群的生物 非常擅长复杂的学习 例如它们能够从外部和内部拧开瓶盖 来逃脱或吃到瓶子内的食物 同时 章鱼还能利用各种工具 例如在缺乏水草或珊瑚等环境中 它们会收集贝壳 椰子壳等物件 在适合的地方 章鱼会穿上这些装备 一方面防御捕食者 又能避免被猎物发现 近代猎物的靠近 然后一击而中 有人多次看到野生章鱼 用石头堵住自己巢穴的路口 甚至还有人见过章鱼使用空椰子壳 作为临时避难所 聪明的章鱼还会走迷宫 并记住走过的路 六 改变自己的DNA 章鱼最让人吃惊的地方莫过于 它能够把DNA修改转入成RNA 从而改变生成的蛋白质 要知道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 这就意味着章鱼可以改变自己的某些基因 来适应复杂的环境 不管怎么说 章鱼所拥有的这些能力 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低等的无脊椎动物应该拥有的 有些本领甚至在地球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有人会问 章鱼这么厉害 而它们来到地球的时间已经有几亿年了 甚至比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长 为何却没能建立文明或统治海底呢 说来奇怪 章鱼的一生只有一次繁殖的机会 无论是雄性或雌性章鱼 刚完成孵域下一代后 都会很短时间内死亡 这导致了章鱼的寿命很短 只有两年左右 这现象令人格外惊奇 因为灵长类动物 海豚 大象 鹦鹉 和其他所谓的最聪明的动物 都能生存好几十年 为何高智商的章鱼 寿命却如此之短 这也是科学家难以解释的问题 而这种死亡繁衍的限制 就像一把无形的锁 牢牢地锁住了章鱼的无限发展 而这种锁很可能是创物主刻意留下的 有趣的是 在各种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 章鱼的形象也经常被认为是外星生物的形象 比如2016年的电影《降临》 是人们与外星章鱼的首次接触 然而也有许多科学家不认同章鱼是外星生命 他们认为 到目前为止 地球上所收集到的陨石中 没有一块含有遗传物质 海洋生物实验室的研究员 卡罗林·艾伯丁说道 实际上 章鱼和其他动物共有很多相同的基因 如软体动物中蜗牛和蛤蜊 苍蝇和人类 也就是说 章鱼就是地球土生土长的生物 说起章鱼 很多人会想起 明阳四海的德国神算子 章鱼保罗 这只神奇的章鱼 在2010年世界杯上 竟然连续准确预测了八场比赛 八次预言全部命中 准确率高达百分之百 轰动了全世界 连科学家也感到惊讶不已 难道章鱼保罗 真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 这问题无人可以给予确切答案 有进化论者提出了 章鱼是鹦鹉螺进化而来的 它的进化路线是 鹦鹉螺 乌贼 鱿鱼 章鱼 然而 鹦鹉螺等这些生物 从一开始出现到今天完全一样 所以这理论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 更打脸的是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 9500万年前的章鱼化石 并且保存的令人震惊的完好 化石中有清晰的触手 肌肉 吸盘 内部的腮 有些甚至还有墨 而荷兰艺术家赫尔森 就是用从化石中提取的墨水 化出一只死于9500万年前的史前章鱼 而且色彩依旧鲜艳 有个合理的解释是 这个章鱼在史前遭遇了一场大灾难 比如大洪水中被非常快速的烟埋 烟额能完好的保存 墨囊中的黑色素蛋白还未完全分解 而且章鱼一开始就是章鱼 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没有所谓的进化之说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样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